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政经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欢迎大家加入新闻早餐会 本来应该坚弱磐石 但是现在出现了防疫破扣 可是问题 完全都在国军的身上吗 还是这又是一道防火墙 避免火烧往更高层 还有哪些的疑点等待理清 好 今天我们要联系的是 台北市议员张思冈 思冈议员好 大家早安 思冈议员身为三军统帅的蔡总统 他终于道歉了 那么对于海军的防疫的缺失 让国人承担一些疫情的风险 他说自己要至上歉意 那么思冈议员 你怎么看待总统的道歉 细心确保这个火没有烧到自己的 他才出面说明吗 是 我觉得两个层次 当然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谁做决策 然后谁有官员出来负责 那这是一个层次 那总统出来道歉 OK 那我觉得大家先把它放在心上 然后第二个呢 其他就职的层次 我觉得是要进行 包括第一个 谁决定要出发的 因为在出发 他在三月要出发的时候 全球已经疫情已经传播开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必要在这个当口发吗 能不能延后半年呢 那有没有做过这样详细的评估 再第二个 我们都这两天看到很多的资料 里面也看到 就是他在那个军舰上面 并没有相关的筛检的设备 然后呢 我们的医官呢 在出发前也没有受 也没有受这个筛检的训练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 这很难判断 所以你看今天又出现两个不同说法 说发烧返航还是染疫返航 又看见有不同的说法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内容很单纯 实情很单纯 但是被大家讲来讲去 我觉得变成忽硕迷离 各说各话 然后昨天那个支队长出来 在讲话的时候 也莫名其妙电话被拿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中部的心态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疑的 已经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不把这个真相公开 而且最重要一点 这个不管这个舰队上面 有多少人去发烧 拿药等等 我觉得在军官日志的这个部分啊 我认为要把它公开 这样才比较容易理解 是 我们知道国防跟外交 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 那因为在这次的出海访国的期间 一连串错误的决定 导致破口的出现 让台湾陷入感染危机 那我们想问的是 到底是谁决定出航的 那么总统这个说法 其实非常的妙 他说尊重国防部长的决定 那斯刚一元 您觉得这个说法可以被接受吗 我觉得说我这没办法接受 虽然我们没有当过这么高的将领 也没有跟总统去开过这样的大军团会议 但是一个将领国防部跟蔡博总统把这个计划上乘给总统的时候 总统就算只签一个说我知悉了解知道了 然后基本上这就是他做决策了嘛 他做决定了嘛 那你如果不需要总统做决定的话 那你干嘛承报总统 那更何况这个军演是一个国军很重要的年度的 就非常重要的训练 你看回城的时候蔡总统不是还去港口迎接他们到港吗 对不对 是 回港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在整个的军政层次上面是重要的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总统事前既然都知道 我认为他如果更有责任的表现的话 他应该就说这个事情我知道 而且我决定 我允许让国防部去做这样的演练 我觉得这种感觉更不一样 更不一样 也许比较有肩膀一点 对比较有肩膀一点 那既然他是三军统帅 我觉得这个责任在这个下最几招这个部分 我觉得恐怕要更展现一些这个责任感出来 是 希望后续的资料就一起拿出来 包括有没有会议记录 其实都可以开诚布公给大家知道 那么蔡总统他已经公开道歉了 他也承认说这次的敦睦远航 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 比较机密的任务 斯刚宇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当大家开始追究 为什么疫情那么严峻的时候 你们要出去 结果现在就抛出这样的机密任务的说法 这是一种试图开脱的一个托词 这个我觉得就来带风向 就是说这线队出去有其他的任务 所以不能这个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这件事情更莫名其妙 你如果是出一个机密任务 不是要准备更周全吗 对 准备更好更严谨 然后这相关人的训练 相关医疗设备 不是要准备的更好吗 因为你是进行机密任务 这个万一不能出一点这个差错 特别在健康上面 那又有机密任务讲什么 又有一说什么 去监视中共的军舰 那还有的好像影射 是不是跟美国有什么一个 协同演习 那今天报纸又说 只是去这个南海水域进行操演 那我觉得这种 就算机密训练 现在已经事情闹这么大了 我觉得也大概可以讲一下 我去哪里做大概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样就好 不必搞这个 这个桌有点弄神弄鬼 我觉得那个很无聊 而且企图去移转大家注意力 我觉得这个最无聊就是这件事 什么机密训练 不能讲 人都在里面出现这个染疫的情况 到底在哪里染疫的 现在还不清楚 我觉得国防部在放这种风向 或是某些委员去放这种风向 拜托到此为止非常非常的恶心 好现在那个被拔官的支队长 跟国防部啊 好像是有各说各话 因为他昨天在这个立法院强调 自己绝对没有隐匿疫情 但是国防部长 颜德发昨天最新的一个说法 国防部最新的说法是说 没有通报发烧的病例 那至于现在到底是谁解散 下船是奉谁的命 也说这个执行面好像是剑指部啊 斯康君你会觉得像种种的 现在透露出来这些说法 传出来的消息 好像在布设层层的防火墙的概念 就避免火往上伤 到底在保护谁 那你出发是国防部 跟这个参谋总部的意见 允许他们的 总统也知道 那下舰 那既然支队长说不是他的权责 那这个下舰的权责 谁命令的 我觉得这可以讲一下吧 这个没有那么难吧 那都已经总统出来道歉了 那谁下命令 说一下 然后这个命令的决策的根据是什么 我认为这有必要跟国人说清楚 讲明白啊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让这个支队长出来扛责 你看很多的基层的官兵 都已经看不下去 都发在脸书啊 在一些社团里面 表达他们的不满 甚至也有帮这个支队长报屈啊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责任的军人 就告诉大家谁下这个决定 那我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我就说出来就好了 那事情都发生这样 那大家一起来把这事情解决 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逻辑嘛 隐藏东隐藏西 我觉得大家对于国军的信赖感 会更减低 对刚刚司纲议员提到 你提到那个现象 就是现在有大批的网友 他们涌进的脸书的粉丝团 靠北长官2020 应该是一些基层的官兵 他们痛批部长为总统掩盖 好恶心 那你怎么看待这些留言 这些高层的作为 现在会不会打击到基层官兵的事情 会啊 大家会觉得 这个军中的文化 为什么老是底下的基层 帮上面扛责任 然后真正要扛责任的时候 大家就归缩起来不见了 然后你推我推 这个军中的文化 大家长期以来最讨厌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过 你说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 那你觉得有这么多官兵都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的疾管中心也好 台南高雄 因为人数最多嘛 他们应该开设一个诚实专线 然后呢 请这些官兵在舰上的官兵 把你所看到的 或你自己本身 就是有可能有接触的 打个诚实专线 告诉疾管中心 告诉我们的两地的卫生单位 让他们可以知道去哪里 去把可能的问题消灭起来 去做一些消毒或做疫调 那你说还有一些人去拒绝疫调 我觉得这更不可思议 这跟我们一般的民间的老百姓的想法 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现在在防疫期间 任何人 你看在居家隔离 他走下楼都会被通报 对 因此被罚十万 那个全民防疫的概念 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可是官兵竟然拒绝疫调 我觉得谁下令 他们拒绝疫调的 这个人 我觉得要把他 把他揪出来 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好 现在破口一出现就引发国人的紧张 我觉得国军他当然有责任了 那目前他们也列出了四大的检讨方向 那斯刚议员觉得 凸显哪些的军中文化 或者军中的作风 军中的风气 有检讨的必要 而且特别像他们那种挤牙膏式的回应 是不是没有帮 没有办法帮助事实的理清 反而会丧失你的公信力 这部分要如何检讨呢 我觉得军中这样子的文化 恐怕单一事件所铺路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觉得那个大概就长期里面 在军中就是出了事底下扛 然后长官没办法去扛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检讨 其实我们在过去看过很多次嘛 对不对 以前大家还有记忆的洪仲秋时代 那那个事情的真相如何 那后来已经很多谈 那后来有这个清泉缸里面有那个毒品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 对 然后是不是也是出报告都是不明不白 也没有把很多的事情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军中文化 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军人 在大家平常很尊敬军人 然后平常也对军中的一些长官都很尊敬 但是往往出事的时候 那种相互推的责任 我觉得还是停留在满清时期的海军 这种文化我觉得很不好 防疫防了半天 最后发现是自家人出包 指挥中心很辛苦 尤其是个检议人员很辛苦 要突然之间接到那么大的量 现在必须要收拾烂摊子 那你觉得凸显哪些防疫在联络 在通报过程当中 哪些的疏漏也必须要亡羊补 然后赶快补起来的 我觉得最大的疏漏就是军方跟地方单位 对 地方的卫生单位中间的讯息有没有落差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这次也看得出来 疾管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 跟地方的卫生局好像有点落差 第一个在时间差跟做法上面 到底疫苗能不能用电话进行 还是要去面对面 这个部分好像也出现一些落差 我倒觉得因为现在大家许防疫好一段好一段时期了 难免有出现弹性疲乏的情况 那这一次的事件 那大家很不愿意看到 但是我们把这个有关讯息的落差 跟我们防疫人员 疫调人员在第一次第一线发生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些访查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有必要跟各地卫生局 再做一次的SOP的确认 然后再来上开始很多像台北高雄 都开始要准备做这些 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议调 要做一些议调 要做一些 这些纸上 桌上推演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认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要去做参与 要做参与 而且跟完整的 跟两地之间的指挥权 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这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面临到事情不怕 然后出现了问题之后 我们把它补起来 我觉得大家来说是一个保障 那来谈一下这个指挥官的 选择问题好了 就是这次是这个国防部这边出了包 那这个指挥官陈时中 是其他的部会不听话吗 这个事情就很有趣 你记不记得大概两个月前 这些国民党的委员 就要谈说 事实上苏贞昌还担任指挥官 那个时候还被一些舆论带风向 说你怎么到陈时中走啊 你是不是不训练陈时中 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 权责比较高的长官 院长副院长 那个对于全部的资源的调动 资讯的收集 可以有一些是有帮助的 我举个例子 2009年的时候 H1N1大流行 那个时候也有开设 中央集管疫情指挥中心 那个时候的指挥官就是副院长朱立伦 他来主持会议 那你至于平常的记者会 什么就可能由当时的署长 局长来进行 所以那个指挥官是负责调度资源 然后协调中央跟地方 这个跟谁有能力 谁没能力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想一想 这个苏贞昌自己要跳下来 他可以叫得动各单位 你像这次看出来 国防部根本不理陈时中 对啊 那陈时中还要帮国防部cover 我觉得他真的太辛苦了 对我们不是否定 这个阿中部长的努力 但是现在事实上 就是你们自家人的一个 部会沟通 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可以检讨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思刚议员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